视线 摄像树 这一句 里面的范围也太广大了 太深了 凡是不好的形象 不能做 一定要好形象 我话讲的很多 觉悟的人不多 什么原因 放不下烦恼吸气 烦恼吸气已经养成习惯了 这一生有没有成就呢 没有成就 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没有成就 他没有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悦 他依旧是自私自利 只有自己 随随便便 舒舒服服 不过别人 给别人 负面的影响 就是破坏佛法的形象 破坏佛法形象的过时 破坏核心 古暴在地狱啊 这佛在经论上讲的很多很多 现在在这个世界 民族自由开放 伦长大道 没有了 所以今天 这个社会 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这个关系 没有了 如果还能维持一个朋友啊 就算不错了 父亲跟儿子什么关系 朋友 师父跟徒弟 朋友 维持这个关系 就很不错了 很难得了 说的不好听的 到底今天社会是个什么关系呢 厉害关系 物人都没有了 朋友都没有 有利益 可以在一块 在一起聚会 在一起合作 没有利益 马上就是冤家对头 今天是 厉害的机会 中国 古人 是天然的机会 天然就是 冷藏的机会 道义的机会 道德的机会 不一样 天下太平 行圣的圣事 自然有许许多多的圣行 出来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世心五宾色相树 庄专业 到场 今天 我们看到这社会 难过我 痛心了 所以 所以诸位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圣人 贤人 你看错了 跟你说老实话 鬼神都瞧不起我 我很感激他们 鬼神说 我周边的人都是妖魔鬼怪 我教的学生 一个个都是阳奉阴伟 都不是真的 你们还有许许多多人 想亲近我 有什么意思吗 可是鬼神也说了 我也很安慰 他是你有真正的学生 不在你面前 在中国大陆 在外地 得到你的金书 得到你的这个磁带 顶带修行 十分的 千诚恭敬 他们的理由 我听了一下 也有点安慰 我们有白讲 然后你才知道 我为什么要讲经 要录像 我录像 提供一些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需要的人 我帮助他了 如果没有这个设备 我这一生讲经 就叫白讲了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尼 陀佛